开局我直接把系统取回家 无序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各种奖励 此以我拥有着延出法随的特殊能力 不仅能够碾压大地进墙者 还能召唤钢铁洪流为我征战四方 起初穿越而来的我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光果之中 身边还趴着一个美艳无比的女子 我心想这肯定只是一个梦吧 却不料伴随那名女子的亲人 我竟发现周围的景观好似出现了七星自伏 原来这个世界是我先前玩的一款休闲游戏 还穿越成了里面的大反派陈无尽 而此时光果外一场战斗正在叙事待发 你们当初亲眼目睹小儿陨落 为何还要咄咄逼人强行开关 不料那人却是冷哼一声嘲笑说道 你们二人如今与废人无异 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御灵宗宗主 说着就举起手中利刃准备强行开关 这时一道挺多的灵压忽然从观中爆发 他们惊讶地发现本该死去的大魔头陈无尽 此刻竟死而复生站了起来 这不可能先前我明明亲眼见到他被斩杀 说着就直接提刀向我偷袭杀来 唯一道破字突然出现挡住了他的攻击 只用一瞬间就将空同派大师兄直接秒杀 其余的几人还打算用人海战术 而我则是随意说出一个杀字 随即无数阴兵便从法阵中走出 替我将他们强行带入轮回 我想不到这个自称是我娘子的人竟是一个系统 而且还说要帮我走上反派逆袭的道路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地捏了捏他的小脸 心想这年头系统都做得这么迷茫 正打算好好探索一下他的各项功能是否其全是 却发现他竟是高宫低防满脸害羞起来 不过在得知不成为反派就会被抹杀后 我也只好暂时先答应下来 小丫头你给我等着 让我摸清游戏规则后 迟早把你整个服服贴贴的 而系统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我踏上争承 而第一站便是汇聚着无数天之骄子的浪涛大 与此同时我复活的消息也团入青梅竹马白小千的理由 他当即决定也去参加浪涛大比 陈无尽我倒是想知道你可以复活几次 很快我便来到了浪涛大比的报名处 发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主动能了管 他睁开双眼我竟发现他是传说中的虫童者 不过好在他并不是为了寻仇而来 只是单纯的想要见一见传闻中 血涂十三周的陈无尽 我还没有走进报名处 便听有人正在打听夜凌晨的消息 而夜凌晨就是这个游戏中的气韵之子 也是他先前斩杀了陈无尽 走进报名处后我发现了那道熟悉的声音 记忆中的白小倩小时候就一直爱慕着陈无尽 甚至主动与其定下了婚约 可他见到我后却是宛若惊惊之鸟 还满脸警惕地与我拉开距离 起初我还以为他是见我死而复生过于激动 却不料他竟直接挥舞林边对我出手 还口口声声说我是大魔头 见状我面色变得阴沉起来 白大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久别重逢 刚见面就要教训为夫吗 白小倩冷哼一声说 从我修炼魔宫的那天开始 他就决定解除婚约与我划清界限 陈无尽啊陈无尽 可笑你为了他踏入魔道 原来这白小倩也只是个忘恩负一致 当初白小倩身患其病无法一致 为了救他才迫不得已修炼了那传闻中的魔宫 从此风光无限的天之骄子 便沦为了人人喊打的魔头 当时白小倩还说就算我修炼了魔宫 他也会一直不离不弃留在我身边 而如今他却好似没有发生过一般 难不成当初的一切都只是个骗局吗 可白小倩望着我却发现好似忘掉了什么 只感觉心跳越发变得急促起来 他越是想要记起失去的记忆 就越是头疼欲裂 最终竟是直接昏厥失去意识 这时我才发现他的脉象混乱 显然是被什么人做了手脚 尤其是头部的许多穴位 更是被人用高超手段封印 我隐隐察觉很可能是有人篡改了白小倩的记忆 于是直接将他抱起 走进一家客栈准备紧快救治 白小倩的丫鬟站在房门外警告我说 我们小姐她精致玉液娇贵的 你最好别乱来 可很快白小倩急促的喘息声便传了出来 原来是我为了充分救治卸下了她一些装备 而与此同时白小倩的爷爷白木羊 带着众弟子找过来 师尊玉佩上显示小倩她住进了这个客栈 说着他们就推门走了进去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仗红的脸颊 只因他们发现小师妹穿得格外清凉 身旁还有一名男子 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怒火大气 陈无尽一个混账放开师妹 可他们挥出的利剑却被一道灵力直接躺开 而出手之人正是他们的师尊白木羊 你们难道看不出他是在帮小倩疗伤吗 说着他不由的暗自惊呼 这陈无尽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在起死回生后拥有了这么高的修为 而且施法的手段竟如此高明 让我也难以看穿 经过我的探查后发现竟是有人篡赶了她的记忆 随着我伸手写下一个亲字 白小倩只感觉无数温柔的大手在轻轻触碰自己 那段被封印的记忆也渐渐浮现 小时候他们是两小无胎的青梅竹马 情斗初开后两人更是定下了婚约 可后来陈无尽为了就身患怪病的他修行了魔工 而自己不仅将他忘记 再次相见时还说他是大魔头 找回记忆的白小倩自责的暴头痛 爷爷我怎么会说无尽哥哥是大魔头 他明明是那么好的人 我真是太坏了 可他哪里知道就是爷爷当初篡改了他的记忆 因为当初我陨落的消息传来 白小倩根本承受不住打击命轩一线 白老迫不得已才用秘术篡改了关于我的记忆 随后白老将我带到附近的林子中 陈无尽你想要站在小倩的身边 就让老夫看看你到底有何实力 随着他大手一挥 灵力瞬间演化成波涛汹涌的浪涛 而这正是白家绝学上善进海 我则是不慌不忙地伸出一根手指 随即身后便赫然出现一片血压 两道截然相反的灵力对撞在一起 溢散出的恐怖灵力 让百里之外的武者都为之害人 这小家伙死而复生到底经过了什么 我已经近乎用出全力 而那小家伙居然一副云淡风轻的羊 这时白小倩急呼呼地跑过来 爷爷大坏蛋 你修为那么高怎么能欺负吴敬哥哥 闻言白老脸颊顿时一呼 他是真的不想说自己打破陈无尽 很快白老便将篡改记忆的事情告知 为了弥补心中亏欠 他将白家秘传功法上善进海传给了 小家伙你的灵力虽然浩瀚弱 可各种灵气交织太过杂乱 有了我白家功法从中调和 短时间内定然可以让你的实力上升一个维 看着我瞬息之间就领悟了功能 系统也来到我的身边不停称赞 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见状我的心里却是固有的咯噔一声 毕竟白小倩就在旁边呢 转头一看发现他果然气呼呼地嘟着小脸 无尽哥哥他是谁啊 我从刚才就在想这个女人 肯定就是让你起死回生的世外高人吧 很显然我和系统都没料到他会那么单纯 白小倩还傻乎乎地抓住他的守护厅 老是感情 一旁他的丫鬟提醒说 小姐你太大意了 万一他是你的情敌吗 文言白小倩婉然一笑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无尽哥哥只喜欢像我这样的青春少女 莫名其妙被阴阳的系统被气得牙痒 我倒是小瞧这个小妮子了 系统老婆气得当场翻起来 你居然敢说老男老 老娘选了三千多个模型才确定的形象 居然敢说老男老 陈无尽赶紧上去拉架 白老也咳嗽了一声的提醒他住一场 你们难道没注意到林子里来的其他人吗 陈无尽有头看去心里的火娘挠一下就行了 这个小胡子男人就是曾经出卖过自己的王庭人 没想到你居然套出卖我的行动 换了个玉兽军大师兄可真有出息 看到陈无尽出现王鹏龙也十分震惊 当要动手时 手下就在旁警告 陈无尽刚复国修为大长 咱们以后再收拾他 王鹏龙咬咬牙撂下去 我的杀意竟被当众公布 众人第一次感受到这股无尽杀意 只感觉仿佛在面对石山血海一般 这一切只因我的贴身侍女青招消失不见 而他的铃铛却出现在叛徒王鹏龙的手中 起初本想在浪涛大笔时在除掉他 如今竟发现他竟敢对我的人动手 我劝你赶快将青招的下落告诉我 否则你们今天无法完整地走出这里 随即我的身上赫然出现金黑两色闪电 众人顿时一惊 那是雷霆之火 世上怎会有人能够驾驭天罚之力 一旁的王鹏龙还在打肿脸冲胖 我堂堂一个原因期还怕他不成 可他的手下却是将他无情拆穿 老大我们还是跑路吧 这家伙的灵力好像远不止原因期啊 白老看着我那叙事待发的杀意也暗保不妙 若是这小子在这里伤了人 肯定会失去浪涛大笔的资格 于是他赶忙催促自己的孙女去劝一劝 可白小倩却是小脸异毒 我才不要 而且杀意凛然的无尽哥哥真是太帅 我给过你们机会了 是你们不珍惜 随后我挥手机 练习的灵力冲击 虽然王鹏龙早早地就做好了防御准备 可他的防御竟如同玻璃般被瞬间击碎 这时一道纯白色的灵力忽然将我的攻击划解 而出手之人正是主持此次浪涛大笔的好连长老 我惊讶地发现此人就是不久前遇到的重同者 这时白老鹏的一声将手拍在好连长老肩膀上 你这老家伙怎么来这里了 随后两人进步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而王鹏龙则是暗道不妙 起初他还以为突然出现的长老是来救他的 结果到头来竟是对方的人 无奈只能同意让我们搜查御寿宗的领地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你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他藏在哪里 而此时被关押在暗道之中的清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日子里那群歹人觊觎着他的美色 是他以性命相逼这才让他们束手无策 可长时间没吃东西和休息 已经让他难以保持一时的清醒 而外界的我眼看寻常方法难以寻命 于是说出一个寻字作用在铃铛之上 随后竟从铃铛上投射出一阵虚异 记录着王鹏龙将清招带入暗道的踪迹 得知方位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同暗道 发现此时的清招已经失去意识 而一旁的歹人正准备对他动手 见状寒露出手的我直接将人渣彻底打成了渣 女孩错以为清白被毁嚎啕大哭 原来是一只侍奉的少爷将他从恶人手中救出 当时无数宗门以我修行魔功为由联合讨伐 这才暂时阻止了他们 一直不吃不喝了无数个日夜 终于等到了我死而复生前来营救 这时好连长老突然现身 告知我此次浪涛大哭的攻门都会派出三人 而关于参赛名额上众人却是争强起来 我心想清招天生万毒不清之体 又精通各种草木之术 在浪涛大哭上肯定用得上 而白小倩则是气韵之女 自然也要带上 至于拥有神魔之体的大魔王楚晴熙那就算 因为她的实力虽然强大 却十分忠二且自大 经常会因为轻视而被实力不如自己的人打败 秦熙姐游历归来想必是进步很大 不如露两手给我们开开眼 听到我的夸赞她整个人都开始飘飘然 于是我们两人便来到院子里准备切磋一份 摆出奇怪架势的楚秦熙说了一大堆忠二话语后 这才汇聚出滔天魔气向我攻来 可面对她的攻击我却浑然没有防御的打算 因为我发现她那狂暴的魔气根本控制不住防响 刚才纯属意外 接下来才是我的真正实力 魔气之中赫然出现一领冰刃朝我飞来 地旁的白小倩惊呼一声 这灵刃竟有话虚为实的迹象 而我只是缓缓伸出一根手指 就让这道威视惊人的魔刀难以向前半步 这时楚秦熙忽然反应过来 你们是不是故意的 借口我输了就不让我去参加了对不对 见状我只能语重心长地换了一套说辞 秦熙姐啊 这场比赛的真正危险实际上是在场外啊 我们必须得留一个稳妥的人提防才行 相信你的万魔之力 定能镇压一切邪碎之人 显然这些话对楚秦熙十分受用 而系统看着两人却是满脸无语 都穿越到玄幻世界了 就别玩耿了好吧 可此时的我却跑来参加天骄大 而众多长老们显然没意识到 这是一场降维打击 而第一个遭殃的就是 先前与我有过过叠的玉兽宗 他们为了获胜不息 请出了阵中的金翅大棚 却被路过的我发现随手 就做成了红烧大棚 这时气韵之子叶凌晨忽然现身 先前就是他将我斩杀 看着他的模样我不由地敌不起来 这家伙怎么和游戏里的不一样 看起来有些娘们唧唧的 忽然叶凌晨询问白小千 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是不是我强迫他的 我忽然想起这俩人 才是游戏中的男女 看着他肆无忌惮地 牵起小千的手 准备带他离开 我顿时怒火中烧准备出手 却发现小千他一把甩抬叶凌晨 你还以为我是那个 被你蒙骗的小丫头 都怪你让我误会了无尽哥 说着便催动藤蔓向着叶凌晨攻去 而他则是吹响敌音挡住了藤蔓 然后随后便打出一团异魂 可一道猛烈无比的风纲 忽然出现将火焰撕火 见状叶凌晨不敢大意 直接动用了自己的底牌大招 一段射人心魄的敌音被他奏响 哪怕远在外界的众人 也感觉灵魂要离开肉身一般 我虽然并未受到太多影响 可小倩和清招两人显然无法坚持多久 于是我便赶快催促清招使用灵气形成阵法屏障 这才但是挡住了那无孔不入的射魂敌音 而我也毫无顾虑直接闪身来到叶凌晨面前 准备让他领悟一下什么叫一拳超人 可这时他的嘴角却掀起一抹冷笑 随后敌音竟化作绳索一般将我牢牢束缚 可他很快就发现我竟像水一样开始快速消融 并且在一瞬间就将自己困在了水团之中 原来先前的拿到身影 不过是我用水凝成的分身霸 而外界的白老剑状也是惊骇无比 那是我送给他的白家工法 没想到一天时间过去竟比老夫还要精通 而此时的我却惊讶地发现 那所谓的气韵之子竟是一名女子 原来就在我和气韵之子夜凌晨决斗时 御兽宗的人根据金翅大棚的感应来到这里进行偷袭 可这时他们却发现始终找不到金翅大棚的宗族 剑状我举了举手中的红烧大棚 挑心说你们是在找这个吗 王腾龙等人没想到镇宗神兽竟被做成了一道美食 心痛与愤怒交织的他叫嚣着要我好看 随即便召唤出本命魔兽暗影魔虎 可被愤怒冲昏头的他没有想到 既然我能将他们的镇宗神兽做成食物 实力自然是已经和他们不再一个次元 为了现在小倩还没有领悟出银蛇狂舞技能 正好用这个机会触发一下 于是我便手把手地传授他们一句 伴随着一阵高深的灵文从小倩口中说出 小白整个身躯都被一道寒芒覆盖 小白让玉兽宗的那群坏蛋尝尝你的厉害 可现实却是暗影魔虎一巴掌就把小白给拍晕了 就在众人以为小白觉醒失败时 无数道白色灵气忽然涌出将暗影魔虎毛毛束缚 只见续空之中赫然出现了一道洁白的声音 而这正是小白进化而出的人形态 只见数之不尽的白色灵力将暗影魔虎蚕食殆尽 小白收回灵力的同时也吸收了暗影魔虎的力 陈无尽你是我正宗神兽 杀我暗影魔虎我跟你没完 随后他竟将宗门弟子的契约魔兽全都释放了 不过被团团围住的小倩和清招却喜出望外 因为他们对我的实力绝对自喜 而且这些魔兽之所以能被带进来 是占用了其他人的参赛名额 只要将其打败就能收获海量的身份预排 就在我准备出手时却见无数风刃醒来 王腾龙崩溃的发现魔兽大军竟被直接打成了渣渣 原来出手之人正是先前被玉兽宗偷袭的叶凌晨 起初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伪装已经消失 注意到我的视线后这才猛然反过来 慌乱中挥舞着右手打出一道龙锯 让王腾龙等人直接起飞 陈无尽臭流氓 你还往我这边看做什么 大手一挥大喊一字滚 却将王腾龙他们送上天去与太阳肩并肩 而属于王腾龙他们的玉佩也从天空掉落 这得来完全不费功夫 这是一道灵气利剑划过陈无尽的脸颊 叶凌晨拿着笛子表示陈无尽你注定是要输的 你就算捡到再多玉牌也无用 然而这是大地震动 陈无尽以为是叶凌晨干的好事 但叶凌晨立马否认是他做的 而在他们的前方一阵浓烟刺激 仔细一看似乎是有人在被什么东西追赶着 突然又一阵轰隆声响起周围树木全部被摧毁殆尽 一只巨大的三眼魔狼从浓烟中冲了出来 他的随意一掌就是一人丧命 跑跑的众人拿他完全没有办法 甚至还有人命丧魔狼的口中 面对弟子们的求救这位雀跃宗的枯木桌出手 开支散叶本自然 阴阳深刻有栓胜 随着灵文字的写 大地上无数的藤蔓拔地而起 互相缠绕着跑着魔狼攻击而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绞杀三眼魔狼却是很轻松的不过 在枯木桌的震撼目光下 三眼魔狼直接冲过他的藤蔓来到了他的身前 在三眼魔狼一口咬下时 但随着三眼魔狼口中锯木的咬碎 他把一旁的雀跃宗弟子拉了过来 然后直接把那名弟子扔入到了魔狼的口中 以此争取时间来逃命 随着三眼魔狼的追逐也是来到了陈无尽的面前 面对袭来的三眼魔狼陈无尽伸出他的大手 在他面前形成了一个蓝色的防护罩 而三眼魔狼也并没有撞碎这护罩 陈无尽看着护罩外的魔狼说道 这魔狼有千年魔气防守不是长久之计 必须找出破绽先下手为强 叶凌晨闻言他准备动手解决 但随着他的动作本就毁坏的衣服 撕拉一声再次裂坎 这让他一阵羞涩 连忙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羞涩的低下头不敢看人 而这时一件外衣披上了他有些走光的身躯 陈无尽表示既然不方便就留在这 有他再怎么好让你孩子勉强 羞涩的叶凌晨没有再说什么 陈无尽则让小晴和清朝看好防护罩 随后他向掌心一划 从护罩中一跃而出 而三眼魔狼在嗅到了陈无尽留下的鲜血后 立马就是朝着陈无尽追逐而去 陈无尽在面对三眼魔狼的立场袭击 他向上一跳将之躲 在空中的他发出一声轻笑想到了什么 既然是兽就要用对待兽的方式驯服他 只见他双手合拢 封禁脚功名将军列位成 灵文字的用出瞬间化作一张大网 血色天网从天而降朝着三眼魔狼围捕而去 外边的吃瓜群众又惊呆了 他们没想到陈无尽竟然用出了血重 而这时上方观看的长老也突然震惊地站了起来 因为陈无尽竟然已经能将血重化剑 这是何等了得的天赋啊 你敢相信这样的小正态竟然是恐怖的三眼魔狼化形吗 此时的陈无尽血重化剑在化作一张滔天大网 以剑气加持将三眼魔狼镇压在他的血色天网之中 而剑气产生的余波众人都有些承受不住 可想而知身在天网中的三眼魔狼 在承受什么样的压力 这时在镇压魔狼的陈无尽他发现了什么 只见那三眼魔狼的血色瞳孔中竟然流下了眼泪 这时哭了吗 难道还存在理智吗 这么想的陈无尽便准备看看三眼魔狼的内心 而在三眼魔狼的内心深处所显现的正是他化形的形态 是一只可爱的小正态 在记忆中所看到的是小正态他哥哥找到了他要保护的主 准备跟他主人闯荡整天大路 小正态虽然为他哥哥找到主人而高兴 但他很快又失落下来 因为他们魔狼族一生只能侍奉一位主 而他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他的主 小正态的哥哥见他弟弟失落温柔摸着他 让小正态不要灰心 族长说过缘分不是那么容易来 你要等哦 这一句话让他一直等了下去 但等到的却是魔狼族长的驱逐 因为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小正态他长大 按照族规他该将巢穴让出来 然后到地下去沉睡 但小正态他不服啊 他还没遇到可以收复他的主 凭什么让他离开啊 而这不懂规矩的做法瞬间就让这魔狼的族长怒 轻而易举的将小正态镇压 同时让他认清现实 你早该被淘汰了 掉入地底深渊小正态听着族长那话 淘汰嘛 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 他已经撑了那么久了 在瀑布中锻炼 在与同族之人切磋 在学习魔狼族的法术 这些都应该结束了 在外边陈无尽将这一切看至眼里 他开口出声表示 如果你真的想要结束 今天就不会被受血唤醒了不是吗 然后瞬间将他手中的血皱直接捏碎 顿时产生了一股恐怖爆炸在空中炸裂开来 让远处观战的人群直接震飞出去 而陈无尽坐在空中 撑着下巴看着魔狼说道 要说弱小吗 确实是弱小了一点 个头也不大 这话顿时让别人无语了 这还不大吗 你还想要多大呀 而陈无尽裂嘴一笑 但这只是因为你没有遇上我 真正的训兽人 又怎么会让人小看了自己的灵兽呢 说着陈无尽一心二用两只手 同时在空中书写着灵文字 这一做法让下方不管是叶凌晨 还是白小青他们都震惊 竟然是双重的灵文字 看来无尽哥哥是真的要收服这只魔狼 在三眼魔狼的意识深处 本来还不服气的三眼小正太要和陈无尽比划比划 陈无尽见状阴阳怪气地说道 一个人孤独了千年 现在连主人都想养了 一大把年纪了成熟点吧 三眼小正太在听到主人两个字战一瞬间消散 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他终于是等来了他的主人吗 而陈无尽上前摸着小正太的小脑袋说道 别浪费了我特意为你写的真言 长大吧 凹影 玄幻世界中开坦克 你们见过吗 在陈无尽收服了三眼小正太之后 其他人见状想偷袭想要减便宜 一道血色爪痕突然间闪过袭来的武器接近破嘴 而除了武器那些人也同样不例外 享受到了那血色锋利的爪痕的滋味 出手的正是小正太凹影 看着他们凹影不屑地说道 就凭你们几个渣子也想伤害我的主人吗 而陈无尽这边无视的白晓晴和清招两人都扑了上来 一人抱一边抱着陈无尽和他贴贴 敖影在看到他的主人那么逼快乐 他摇着尾巴对他的主人询问 主人这也太快乐了 跟了主人以后他也可以和姐姐一贴贴吗 陈无尽闻言表示他可以 你不行 这让夜凌晨看了直接无语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宠 这时夜凌晨好似察觉到什么 一颗飞剑瞬间就从他的手中射出 打向了远处的一人手臂上 这人正是之前用同伴性命逃命的枯木桌 他似乎是给谁发了信号 等着把将近有万人的攻击 足以把你们撕碎了 而秘境内的众人在看到那个红色信号当好 所有人都朝陈无尽位置聚集了过来 将陈无尽他们团团围主 毕竟陈无尽的前身可是血涂了个大风门 而陈无尽顿时握住了枯木桌的水 一脸期待地询问枯木桌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近万人那么多 你不是在吹牛逼吧 问完的陈无尽嘴角上扬 靠靠靠 太好了 他终于有机会锻炼一下他的小宝贝 清昭和白晓晴一听这还得了 竟然还有其他的小宝贝纷纷朝着陈无尽致问 陈无尽连忙表示不是那种小宝贝 你们两个误会了 那么就决定是你们了 出来吧 肖特卡尔 只见在陈无尽甩出的红色漩涡中 坦克从里面冲了出来 好家伙玄幻世界开坦克真有你的陈无尽 巨大的轰隆声响起一辆 接着一辆坦克从里面冒了出来 这压迫感让枯木捉冷汗直流 只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怎么没见过 其他不明所以的人也纷纷嘲笑陈无尽 就这个死物能保护他吗 真是笑死人了 弄几个铁疙瘩吓唬谁呢 陈无尽听了摇了摇手指 不不不 我说你们这些宗门子弟修为不高就算了 平时也不好好读书 难道各宗门的建造课都用来睡觉了吗 随着话语落下坦克的操纵感 也显现在了陈无尽的手中 而陈无尽的那些话语 也是让个大宗门弟子很不爽 纷纷要干碎他 陈无尽对此根本不在意 随着暗下操纵感那个红色的骷髅头暗影 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建造狂魔的硬实力 一阵滴滴响起辅助瞄准开启 顿时陈无尽召唤出的那些坦克炮口 开始泛起光芒 轰的一声响起个大宗门弟子 所在位置直接就是被轰炸了 枯木捉还想用灵文字抵挡 但是一颗炮弹下来 直接将他身前盾牌打散 随着一阵砰砰砰响起个大宗门弟子 瞬间被炸的人养麻烦 慌忙跑路 陈无尽坐在坦克上 看着周围变成轰炸去的他哈哈大笑 看着下方宗门弟子他大声喊道 怎么样都不够嚣张 做好被我这个反派摧残的觉悟吧 而白小琴看着坏坏的陈无尽他顿时爱 他好坏我好爱啊 只是吃了一口勺中的美食 夜凌晨竟然露出了这种表情 难道是我要王来做饭了吗 在之前陈无尽召唤出坦克之后 将那些宗门弟子给轰炸了一点 让他们尝尝现代炮火的厉害 之后陈无尽便对夜凌晨询问 要不要跟他赌对 开玩笑夜凌晨这怎么可能答应 但奈何他肚子不争气 发出了咕噜咕噜声 让他想拒绝的话语戛然而止 尴尬脸红的低头不敢见语 陈无尽见状偷笑了起来 清朝贴心给夜凌晨台阶下 表示晚餐时间到了 是该吃饭了 不久后的一处煽动铁锅滋滋的响起 正是清朝拿着铁锅炒饭 白小琴已经被其中的香味馋的流口水 片刻后一碗香菇炒肉饭递给白小琴 白小琴迫不及待的大口大口吃着 同时还不忘夸清朝的厨艺好 清朝被夸的都有些不好意思 这还要多亏少爷带了能提升灵力和药效的推举 才能做出这么美味的佳肴吗 好说好说 陈无尽眨了眨眼睛 随后陈无尽拿起一碗递给已经流出口水的夜凌晨 来尝一口 陈无尽看着夜凌晨毫无反应 直接将碗贴在了夜凌晨的翘脸上 来尝一口吗 脸红的夜凌晨没办法接了过来 同时不忘嘴硬的说道 量你也不敢投赌 之后张开自己的小嘴 将炒饭送入口中 只是吃了一口夜凌晨脑海中仿佛有晴天霹雳炸开 双眼立马变成了红星 红晕漫步在了他的脸颊上 这是什么呀 为什么这个炒饭这么好吃 好吃到他衣服仿佛都要炸开了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粒粒柔人又吸满汤汁的米饭 而陈无尽在他耳边吹了一口气说道 看不出来长得瘦还挺能吃啊 只见夜凌晨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将他面前的炒饭吃完了 锅中空空如影 这让白晓晴很不满啊 他才吃了一点啊 在清朝说了他会重新做一份 白晓晴这才冷静下来 然后还不忘让清朝多放一些灵芝 而陈无尽看着相亲相爱的两人露出了猫想 这让一旁的夜凌晨感觉怪怪的 不过想想也就算了 反正他现在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在另一边各大宗门弟子身上都是车步路易 连枯木桌也毫不例外 心有不甘的他握紧了手中的木牌 而在不知名的某处赵书若震给他鸟笼里的鸟位时 这时他注意到一旁木牌散发出动静 只见枯木桌从那木牌中冒了出来 咬着牙对着赵书若说他无能 陈无尽比他强太多了 连王腾龙都被他打出局了 赵书若闻言轻笑一声 无妨 从一开始我也不指望你们能做什么 只是没料到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废物 养了这么久的小宝贝是该让他们出场 顾木桌看了有些惊骇 因为他认出了赵书若龙中之女 这是能够穿越所有结界 到达各种玄幻之地的玄穿女 在赵书若的话语落下后 他身前的鸟笼顿势破锁 玄穿鸟如利剑一般射出往高空飞去 而更何况他们远远不止这个用途 越可爱的东西可越具有欺骗性的 陈无尽他快乐了 他没想到竟然能体验到令人窒息的温柔笑 在陈无尽用坦克把那些宗门弟子炮轰了一遍后 他们就内讧了 和当初说的完全不一样 陈无尽太厉害 他们打不过呀 这时坐在一旁的红发女子站了起来 见他们对陈无尽束手无策他表示 那就没有结盟的必要了 库木桌听了刚想问他是什么意思 红发女子公瑶便说道 反正这第一轮也不会只有一个获胜者 我们就个平本是吧 说完的他便让熏风堂的其他女弟子跟他走 而库木桌见他们离去也是丝毫没有办法 在离开后 熏风堂的女弟子问公瑶接下来他们该怎么办 公瑶头也不回地说道 玉蚌相争渔翁得利 看他们两败俱伤咱们从中捡玉牌就舍了 听到这话女弟子表示这么做会不会有些不光彩 公瑶听了切了一声 只要能得到胜利过程光彩不光彩谁在乎 你们不要忘了 各宗门现在是怎么看待我们熏风宗 说我们只会运用魅术 是开窑子的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比赛中取得成绩 让他们不再小瞧我们 在公瑶一脸气愤中 玄穿鸟突然来到他的身后 他小巧可爱的模样 一下子受得了熏风堂女弟子的欢迎 甚至还因为看到他振作了起来 连公瑶也不例外 不能因为他们漂亮就被忽视咱们的努力 有必要让那些臭男人知道他们的厉害 但这时落在公瑶手上的玄穿鸟 突然咬向了公瑶 顿时一股粉色的阴晕气流注入到了公瑶的身体中 这一下就让公瑶站不稳了 只觉得身体非常之热 也就在这时在他们的头顶上方一群玄穿鸟朝他们袭来 每只玄穿鸟都划破熏风堂的女弟子们 森林中顿时响彻起女孩们痛苦的叫声 而另一边煽动那陈吴静被拍了一巴掌 原来是白晓晴睡觉做噩梦梦到陈吴静被欺负 在梦中跟人打架呢 陈吴静看得温柔轻抚着白晓晴的小脑袋 小晴不生气哦 现在没人伤得了我了 白晓晴也是泥男出生 吴静哥哥小晴爱你 听到这句你男生陈吴静顿时就是和白晓晴贴体了 他的老婆太可爱了 当陈吴静还真是幸福 这么多妹子都对他心心念念 再多来点他也不介意的 而这时陈吴静突然听到有人求救声 他走出山洞外查看情况 顿时他的脚就被人抓住了 公瑶不知何时来到了这里 他脸色翡红的喘着粗气 好热快救救他 而山洞内清朝这时醒了过来 白晓晴他们也不例外 因为有一个很甜腻的香味传了进来把他们熏醒了 而他们发现陈吴静竟然不在他们的身边 便出山洞来寻找 只是刚出来眼前的一幕瞬间就让他的眼睛瞪大 只见陈吴静被三位美少女团团包围组 陷入了美女的怀抱中 而陈吴静大喊着误会快救他 然而公瑶直接将陈吴静的头向上一抬 看向他问道 什么误会啊 难道我们这个样子有臭男人不喜欢吗 白晓晴怒了他生气了 陈吴静竟然开始了左拥右抱 而陈吴静他也不想被动地享受 只是这女人力气太大了一时间反抗不了 但等一等他眼里怎么会有眼泪 难道不是他的本意吗 想到这一个探子灵文字写出 他顿时就明白了眼前这个女人竟然伸中玄川鸟的主意 那怪不得 只要被玄川鸟咬了的人 都会被动激发体内的技能为这些鸟的操控折索 看着又要亲过来的公瑶陈吴静立马推开 现在他不能用灵法为他解读 不然以他们现在的经脉根本承受不住 这一幕不用说白晓晴和清昭两人已经要被气死了 而陈吴静还不嫌是大的抱着公瑶说道 哎呀真是没办法呀 我这该死的魅力 你们说我要不要勉为其难把他们几个都收了呢 这话一出白晓晴身上顿时黑起直冒 直接化身成病胶开口 还没澄清就想着那小气 是我平时对你太温柔了吗陈吴静 清昭也在身后小声哔哔 就算要那也要那招二 而这是白晓晴抓住清昭的手臂冰冷的说道 既然如此别怪我心狠手骂 说着白晓晴直接将清昭扔了出去 直接砸向了陈吴静造成了9999点的暴击 而白晓晴在扔出清昭后才从病胶中恢复过来担心问他 你们没事吧 一旁的叶凌晨看麻了 刚才那个状态的小晴他完全不知道了 这时被玄川鸟控制的公瑶喊了一声咔 你们这些女人不要来碍事 似乎是因为玄川鸟毒液的缘故 公瑶所修炼的魅气开始爆发 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喊道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我搞不定的男人 很快的叶凌晨和白晓晴两人都深受魅气影响 清昭正担心地看去 陈吴静这时却抓上清昭的手 在清昭一脸疑惑中抱上他 陈吴静眼神一鸣 熏风宗最擅长的魅术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他也有点受不住了 这时系统欲解突然在陈吴静身后现身 让陈吴静想想办法 人家在你身体里也快热死 而陈吴静一口咬上清昭的脖子 因为清昭是天生百毒不清的药体 委屈你一下了可能有点疼 再吸了一点清昭的血后 陈吴静也是恢复过来 清昭表示他还可以的 陈吴静听了说道 没事招儿先休息一会儿再拜托你出手 公瑶看着眼前的一幕他怒了 竟然敢在他面前还对其他女人勾三打死 一定要让你死在老娘的千娇百妹手上 陈吴静看着无数向他抓来的粉红玉石 他不懂不利 绿色的灵文字在空中写出 一指戳向了公瑶的眉心 哪里来的骆驼客呀 沙里红八黑又黑 一股歌谣声涌上公瑶的心头 那是他最爱的母亲为他所唱的歌 但这股温馨没多久就被破坏了 因为他是他的母亲和魔祖所生 为宗门所不容 本来生男为奴生女为娼 但因为母亲师父的仁慈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 但想要在宗门生活下去完全不可能 还晓得他直接就被带离了母亲的身边 被迈到一所风月场所 因为他不迈身的缘故生活并不容易 但终有一天遇到有权有势之人对他享用强 看着周围的人是那么的迫不及待 他心中不禁发出质问 为什么他要面对这种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呀 难道他天生就该这么卑贱吗 难道他天生就应该是男人的玩物吗 好既然你们要玩 我就陪你们玩 手中的指甲长出 瞬间一抹血色闪过 所有人发出一声惨叫 鲜血遍地流淌 公瑶碗如恶魔一般发出一声疑难 来玩命吧 来玩命吧 公瑶碗如恶魔一般发出一声疑难 而陈无尽也明白了 因为备受欺凌所以觉醒了不得了的能力 受到记忆中影响公瑶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 准备解决陈无尽 陈无尽抓住公瑶攻击过来的御手 唱出了公瑶母亲那首儿歌 听到儿歌的公瑶顿时正着 口中也不禁跟着唱出了那首儿歌 而陈无尽温柔地抚摸着公瑶让他平静下来 随后将公瑶拉了过来 将公瑶紧紧抱住 模拟着公瑶母亲对公瑶说的话 快睡觉 好好长大 公瑶听到这再也忍不住地哭泣了起 而就在这时 陈无尽转头对着清招大喊 招儿就是现在 清招听到他少爷指令后 立马用出了他的能力 化腹为解 以蝶渡生 顿时间轻盲大放无数细小的蝴蝶在丛中飞舞 陈无尽也紧跟着写出灵文字 以清招的能力为影顿时一个硕大的镜子 出现在了陈无尽的身后 飞舞而来的清蝶飞到熏风堂的女弟子身上 吸收玄川鸟的毒性 清招在见到清蝶吸收所有的毒性后 将清蝶都回溯到了自己的身上 在他的体内一一破锁 用他的药体净化这些毒素 一时间过于庞大的毒性 让清招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盈 陈无尽便走到清招身边 抱着清招关心的询问没事吧 清招文言表示没事 只是玄川鸟的毒性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而一旁的白晓晴两人松了一口气 他们的腿终于不软了 这时恢复过来的公瑶想要走过来 白晓晴见了顿时炸毛了制止公瑶的动作 让他不要过来 陈无尽看着炸毛的白晓晴表示没事 公瑶这才缓缓走到陈无尽跟前羞涩的像陈无尽了 你救了我们一宗的人 说什么我也没办法与你为敌了 熏风宗会退出这次的竞争 就当还了这个人情了 熏风堂的女弟子听了还想说什么 公瑶直接抬起手掌制止他们 他已经心意已决 只是他在转头看向陈无尽时 他的脑袋上不禁浮现了出来一个问号 因为此时陈无尽正拿着小粉去 随后又在他的储物空间中 不停翻找他平时做的衣服 只是好像没有太合适的 公瑶看着被扔出了的衣服顿时怒了 问陈无尽在干什么 陈无尽根本不予理会 他正双眼放光地看着凹影 从储物空间中拿出的比基尼 而白晓晴看了光速般从凹影手中 抢过比基尼泳装 大喊着不可以 这种衣服只能小晴穿给无尽哥哥看 清朝在看了后觉得这种衣服 好像他穿比较不会浪费 公瑶看得冷汗留下询问陈无尽到底要干什么 而陈无尽听了伸出一根手指说道 很简单给你们一个机会 假如我们我向你走 除去玉林宗 前三甲的位置一定有熏风宗的一席之地 公瑶看着陈无尽伸出来的手不禁问他 喂 为什么要帮他 陈无尽听了思考一回说道 怎么说呢 比起说我欣赏你绝处逢生的勇气 或者宁死不屈的傲气 不如说是比起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 我更喜欢帮你这种大美女了 公瑶听到陈无尽说她是大美女后顿失恋 在看陈无尽不是在说笑后 他也露出了真诚的羞涩威笑 好吧既然如此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这衣服是这么穿吗 陈无尽太会玩了 他亲手做出好几套现代的衣服 捂惑着让熏风堂的女弟子们穿上 其中就有公瑶的JK小裙子 当公瑶穿好出来后脸色顿时羞红 JK小裙子完美般地将公瑶的身材展现了出来 再加上他那修长圆润的大长腿穿上黑丝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陈无尽看得直喷鼻血 而这也不用说直接惹怒两米 不过你以为只有公瑶穿JK吗 别忘了还有熏风堂的女弟子呢 只见有身穿兔女郎的 有身穿死水裤加兽尔的 有身穿修女装扮的 陈无尽直接看待了 这是什么幸福生活呀 曾经的他就有一个愿望 就是让满屋子的抱枕海豹 都变成软绵绵香喷喷的妹子 现在他已经实现了 想着就把清招两人抱在怀中 又忍不住在山顶大喊起来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但这是一颗石头向他砸了过去 陈无尽脸色顿时就阴沉地看了过去 是哪个傻叉敢打扰他装逼 而陈无尽前方不知何时 站了一个鸡肉猛男 陈无尽看后简直要笑死 也就一晚上没见 偷偷举了几斤铁啊 练得跟个肉王八一啊 鸡肉猛男听了顿时暴怒的喊道 陈无尽我们启门宗是练体最强宗门 启容你平头论阻 你以为你的肖特卡尔 也就是坦克天下无敌吗 你根本没见过真正的烈啊 公瑶在一旁看了不禁说道 他们应该也中了玄穿鸟的东西 不如让我们施展魅术女再趁机 而陈无尽直接挥手打断了公瑶的话语 别傻了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从魅术的噩梦里解救出来 再看你哭啼啼的走老路 我是舍不得的 至于这几个肉王八一不厉害 要试了才知道 公瑶听到陈无尽话语顿时有些心跳加速 而陈无尽再次的把坦克给召唤了出来 砰砰砰无数的炮弹开始打向了那群鸡肉男 顿时浓烟四起 陈无尽见状大感不妙 有烟无伤定律 要玩啊 果然那位肌肉猛男从烟雾中跳起啥是没 握紧拳头全身力量凝聚准备朝陈无尽打去 陈无尽对此不慌不忙地喊了一声敖影 差那间无数的血色爪痕朝着肌肉男抓去 肌肉男浑身是伤得跪倒在地 敖影也出现在了陈无尽身前周周话说道 还以为是什么铜蹄铁骨呢 就这样 而肌肉男完全不敢相信 以他们的修为别说是畜生爪子 就算是长枪短炮也不可能啊 陈无尽听了嘴角上扬 你怎么这么普通又这么自行呢 刚才不过是几发空气弹霸 我怕我真正用力了 你受不住啊 说着陈无尽手臂伸出做了个手枪动作 否则你 顿时陈无尽身后的坦克和之前完全不同的能力波动展开 那群肌肉男面对散发出来余波都要抵倒 最终猛男变交谈 白小琴看了对着陈无尽那是一动话 无尽哥哥好生猛把他们射的腿都软了 陈无尽听了直接无语了 小琴这话可不心说呀 玄幻世界要被陈无尽玩坏了 欲解美女大长腿穿黑丝 各种妹子穿上血脉喷张的靠服 就连叶凌晨都不例外穿上了JK制服 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慢着 而叶凌晨在阻挡了不知是谁的攻击后 天空中顿时间撒下了一张金黄色的大网 将陈无尽他们给困了起来 在大网的顶端一位绿发男子端坐在高空 而陈无尽他看麻了 这是在靠服如来吗 这时端坐高空的绿发男子伸出了一只手掌说了一句 风来 顿时在陈无尽的下方形成了一个金色的龙卷风 将陈无尽的坦克都给刮上了天 这栋镜下的熏风堂女弟子哇哇大叫 白小琴这时拼命地捂着自己的裙子 不让这风给吹起来 同时不忘让他的无尽哥哥快想点办法 陈无尽望了一眼天空让白小琴别急 而在秘境外的众人看着镜面画像变得金光闪闪不明俗 不过很快就有人认出来了 是玉爽宗的魂网 但不可能啊 玉爽宗宗主吴爽的魂网也才不足两张 这都有鱼塘大小了 而上方的长老席监察长老对赫连老爷子问道 赫连你有没有察觉到那魂网透露着一不古怪 赫连老爷子听了睁开了他的万花筒血轮眼 顿时玄穿鸟的形态映入他眼里 他立马就明白了是有人作品 因为玄穿鸟是魔物 不可能会出现在用来鄙视的秘境中啊 监察长老听了想叫停比赛 这场比试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另一名长老不同意 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不如等分出胜负在城界作弊者 这时惊讶他们的一幕出现了 在秘境内的绿发男子也是一脸不明所谓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金网在暴动 还出现了无数亮晶晶的星星 还没等他多做观察 那些星星顿时化作红色剑羽刺穿了金网 密密麻麻的红色剑羽瞬间朝他报射而来 将他给刺穿了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用说就是陈无尽了 他一手暴妹一手反击简直不要太潇洒 白小琴看着金网破了也不禁欢呼一声 而陈无尽这时坏笑了起来 只见他又将坦克召唤了出来 随着一阵阵轰隆声响起 炮弹全部打向了空中的绿发男子 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后 一道人隐从那爆炸中掉了下来 不用说正是那名绿发男子 此时他一脸的扭曲抓狂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啊 他的魂网明明已经很完美了 陈无尽这时向他缓缓走来高深莫测地说道 网可以捕鱼却捞不到细针 小子贪恋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可是很痛苦的 一旁的夜凌晨见到这一幕心中不禁暗暗想到 陈无尽有些深不可测 竟然能将灵气化成这样细密刚硬的针 至于天空的玄穿鸟 一个回手掏被陈无尽抓在了手中 虽然这小东西挺可爱的 但让我看看始作勇者究竟是谁吧 随着灵文字的寻人之术用出 一下就锁定了躲在树后的枯木桌 随后化作灵气绳索将枯木桌给捆绑了起来 陈无尽用力一挥 将枯木桌拉到了他身前 看着眼前的枯木桌果然不出他所料 他早闻出来了这旋穿鸟上 全是那个男人身上的骚味 而一旁的三女听到陈无尽这话 除了白晓晴好奇有多骚 清朝和夜凌晨都是一脸抗拒 这都闻得到吗 太变态了 陈无尽顿时无语了 这只是个比喻啊 你们别这样 陈无尽无语了 闻到骚味只是一个比喻啊 一个比喻啊懂不懂 他要被气死了 直接捏上枯木桌的脖子提了起来 脸色阴沉地说道 历来浪涛大笔作弊者都是死路一顶 你胆子没这么大 你最好不要包庇幕后黑手 在陈无尽越捏越紧中 主持大笔的赫连老爷子他们来了 他们先让陈无尽等等不要着急地动手 陈无尽看到来人是赫连老爷子后 便放下手中的枯木桌 随着其中一名长老的倾壳示意 另外一名长老在明白意思后手指一动 秘境外的锣鼓敲响了起来 这便意味着大笔第一轮结束了 参赛人员将离开秘境 回到主赛场展示比赛成果 贺连老爷子正式表示 这人就交给他们处理吧 让陈无尽去准备下一轮的比赛 陈无尽听了也是答应了下来 将枯木桌丢给了贺连老爷子 不久后随着镜面画像的缓缓破碎 秘境外便浮现出多个空间漩涡 陈无尽他们也从秘境中回来了 长老宣布也在这时响起 各位将手中的玉牌展示出来 玉牌数量排在前十便可进入下一关 然而某些人再出来后 却是直接往退场通道走去 而这人数还不少 他们都是没有得到一块玉牌的人 就算是有也都是好手 而陈无尽对着公瑶比了个加油手势 公瑶在点头之后 将他的玉配全部展现了出来 引起了不少人的惊呼 之后轮到夜凌晨那就是更多了 吃瓜群众的惊呼声也是不断响起 最后轮到了陈无尽 长老本想让陈无尽展示出来 却听到一声大喊 只见金色空间通道中又走出了一位非洲人 主持长老看了之后虽然衣服破烂 但还是认得出是他必掏宗的衣服 只是这人为何如此眼神 黑鬼少年表示他是前两天才刚入宗门 没想到就赶上浪掏大笔了 长老闻言没再多说什么 让他把玉牌展示出来吧 黑鬼少年点了点头眼睛 偷瞄了一下一旁的陈无尽 随后他就把他的玉配具献出来 只是数量不要太多了 比夜凌晨都要来得多 陈无尽看了不禁有些疑惑 毕竟这么多玉配为什么没在秘境中遇见过 一旁的夜凌晨则是很不少了 毕竟他的玉配数量被超越了 这时赫连老爷子询问陈无尽 他手中的玉配有没有超过黑鬼少年 陈无尽闻言说道 这我倒是没数 不过我就不做凌空展示了 怕占据太多空间 便喊了一声敖影 敖影在出现后拿着储物袋将玉牌全部挡出来 随着玉牌越到越多 最后直接形成了一座小山 不用说陈无尽所在的玉林宗直接获得第一名 而第一名能变优先选择其他两派宗门 一起组队进入下一轮 对此陈无尽早就想好了 瞬间就是拉上了两只玉手 他当然是和两位大美女组队 被陈无尽拉着的叶凌晨和公瑶也是羞涩不不 但却传来了一声不满的喊声 黑鬼指了指自己他是第二名叶 和他强强联手才有最大胜算吧 说着一脸期待地看着陈无尽 陈无尽直接摇头说不要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在黑鬼少年疑惑中 陈无尽指着他认真地说道 因为你根本不是美女啊 如果是你来选择来组队 美女和黑鬼你会选谁呢 答案我想都一样吧 陈无尽当然不用说 直接选择了两位大美女 还一脸认真地告诉别人这个原因 这不就直接给尬住了吗 叶凌晨和白晓晴两人 立马过来堵住陈无尽的嘴 不让他再继续地说下去 简直是太丢人了 看着陈无尽离去后 主持长老对这黑鬼少年说道 少侠老朽看你骨骼惊 却没有响亮的名号 真是歧视啊 而你这身骨让我想起了 我宗里的一位故人 那人天纵阴才从无敌手 他离开毕涛宗的时候曾发过誓 除非有一个人能厉害到与之抗衡 否则再不入俗臣 少侠你说陈无尽可会是那个天选之人吗 黑鬼少年尴尬一笑 这个他就不知道了 毕竟我又不是他 抱歉啊前辈 我也累了只想好好睡一觉 那么明天再见了前辈 在之后的一处宗门大殿内 库木桌磕着想投球着赫连老爷子 他们饶他一命 面对长老的质问到底是谁在指使 库木桌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 对此赫连老爷子用灵气 比划了一个手势问道 是不是这个人啊 库木桌见了立马海誓的就是他 赫连老爷子在得到答案后 发出一声冷哼 一道灵气掌滑向了库木桌 在废了一根手臂后 赫连老爷子急拘押破例地说道 你走吧别让人发现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 等我们的消息万事不可太计 在库木桌离开后 主持的长老叹了一声气 为了试探陈无尽的功力 他还是太急了 只不过这次他要吃些苦头了 毕竟残伤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呀 在另一边的某座阁楼里 赵叔若谈的琴弦却崩断了 与此同时一位下人告知 赵叔若宗主要见他 片刻后赵叔若捧着一桶水 前往宗主所在地 而这沙连中男人 就是雀跃宗的宗主了 他看着赵叔若的道来缓缓开口 叔若 你懂得规矩吧 赵叔若顿时感觉到一股恶寒袭来 但不得不跪坐下来 为缺岳宗的宗主洗脚 而宗主的声音再次传来 这次的是你办杂了 赵叔若听了咽了一口唾沫颤声地说道 是 是属下鲁莽了 求宗主垂怜 宽恕属下 说着的赵叔若认真为缺岳宗的宗主擦拭 缺岳宗的宗主闻言冷哼一声 用脚抬起赵叔若的下巴反问道 赵堂主确定不是有意为之吗 赵叔若只能唯唯诺诺地说不敢 这时宗主让赵叔若起来 一手捏向了赵叔若的脖子 你说你不敢 赵堂主呼风唤雨至谋无双 怕是不把本宗主放在眼里了 赵叔若闻言痛苦地回忆 宗主 救我性命受我功力 叔若至死都要报答宗主 永远听宗主的话 缺岳宗宗主残伤 在听了赵叔若这么说后把手松开了 你嘴上倒是很关顺 说着残伤轻抚上了赵叔若的脸颊 你这自作主张的毛病仅此一此 下不为例 说着又一把把赵叔若朝他拉去 为了让我的赵堂主长记性 惩罚还是要的 之后赵叔若的惨叫声响彻 缺岳宗的上空 在不知多久后赵叔若 走出了缺岳宗宗主所在地 他一缺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一头倒在了自己的床上 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之前 在陈无尽面前华丽高雅 他悲愤欲绝 残伤你害我眼残 凌辱我至今 我绝对 绝对不会放过你 陈无尽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可系统玉姐一起泡温泉 是什么样的体验 当然都有好好地穿好泳衣的 陈无尽本想一人好好地泡个温泉 但他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让他吓了一秒 正是系统玉姐冒了出来 他装作一副超胸的模样 对陈无尽说道 有没有想人家呀 没有不想这个选项哦 说着伸出一根手指 勾着陈无尽的下 而且人家一直呆在你的身体里 你竟然都没发现 陈无尽看着泳装的系统玉姐 咽了一口唾沫 系统玉姐见状 发出一声得意的轻哼 果然没有人不折服于老娘的魅力 但这时陈无尽一手 将系统玉姐给揽了过来 看着系统玉姐黑黑一笑 感觉比之前风鱼了些呢 面对陈无尽的靠近系统玉姐 有些害羞 但还是嘴硬地说道 少 少来了 人家这叫威胖 还有老娘原本就这么大了 在陈无尽两人打打闹闹时 白晓晴来到了她的房门外 白晓晴在听到门后 传出陈无尽的声音 立马将房门啪的一声地推开 询问陈无尽在干什么 只是映入眼帘的一幕 瞬间让她脸色发黑 看着陈无尽两人她顿时气的发 陈无尽见状冷汗直流地 让白晓晴听她脚脸 然而白晓晴眼中含泪不断抽烟 陈无尽看得有些急了 从温泉中出来准备去安慰白晓晴 然而白晓晴却直接来了一句 原来你竟然喜欢的是这种尺寸的吗 系统欲解听到白晓晴的话 顿时就愣住了 陈无尽也同样如此 你在说什么呀 而白晓晴阴沉着脸抓着自己的衣服 那 那我也只好让你明白我的好字 陈无尽看得冷汗直流想要阻止 但白晓晴已经进行下一步动作了 而陈无尽看了之后 却是什么反应也没有 只说了两个字 好评 好家伙陈无尽你是真敢说呀 而白晓晴在听到陈无尽说的这两个字 那叫一个怒王 直接拿起自己的拖鞋朝着陈无尽砸去 时间则来到第二天 浪涛大笔第二轮正式开始 第二轮的规则则是小佐对抗赛 由抽签决定个组员的对手 胜局最多的小佐进入第三轮 而夜凌晨一上场 就用出了他的森海献林去 公瑶也拿着一把紫电长弓射出了闪电一键 两人同时解决了各自的对手 而公瑶看着自己双手缠绕的紫色 雷霆不禁感慨一声 好厉害呀 陈无尽也对他竖起大拇指 夸他不错 昨天教会你的药领今天就掌握了 而场下的遮阳散处 白晓晴和清招两人看得很不爽 要是让我出战肯定比那个大兄妹强啊 清招也很是赞同 这时一道话语传了过来 哎呀你俩这就没意思了 各司其职吗 也是 毕竟你们不像我身负天地众人 没错这人正是楚晴熙 他慵懒地躺在陈无尽提供的沙滩影上 说着中二的话语 白晓晴两人看着顿时就无语 用眼神交流着 无尽哥哥还没告诉这呆子真相吗 应该是不敢把清招示意 另一边赛场上黑鬼少年对陈无尽说道 没想到你还是个调教家 公瑶顿时不乐意了 说的什么虎狼之词 但黑鬼少年根本不在意 反正接下来的对手就是他了 他很期待呀 陈无尽见状他也想看看这个黑鬼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 但黑鬼少年摇了摇手指可惜地说道 我抽中对手的是公瑶 女人天生就比不上男人吗 公瑶抽中了和第二名的黑鬼少年比斗 场外的其他宗门弟子竟然疯狂嘲讽 说公瑶不过是靠着运气罢了 说公瑶不过是靠着陈无尽走到了这 说公瑶是靠勾引别人等一系列无言会语 这种话公瑶他怎么可能认同 面对陈无尽的帮助公瑶这次他推脱了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但是有些事还是要自己去证明开心 谢谢你 剩下的路无论能不能走下去 我都要试一试 天兵照雪下御官 如剑如杀射精甲 随着灵文字的用出公瑶弯弓搭建 紫色的雷霆之力不断汇聚在三根箭矢之中 在下一秒公瑶预手轻放箭矢瞬间射出 在公瑶射出的三根箭矢顿势化作了三头雷霆之龙 朝着黑鬼少年绞杀而去 刚才还嘲讽公瑶的宗门弟子剑装顿时精的站了起来 竟然是灵气化龙 他竟有这么强大的灵力吗 而黑鬼少年看着攻击而来 三头雷龙摸着下巴只说了一句 有点意思 面对朝着他袭来的雷龙竟然直接跳到身上 看着公瑶方向称赞了一声 以你的修为这样已经不错了 随后他一个西顶将其中一只雷龙直接打散 而叶凌晨和陈无尽看了心中有些惊讶 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能抓到灵力 公瑶见状他并不放弃他还没有输 控制着另外两只雷龙朝黑鬼少年绞杀而去 轰隆一声巨大爆炸响起 公瑶咬着嘴唇心中想 得手了吗 但遵循有烟无伤定律黑鬼少年并没有事 手中抓着公瑶灵气化龙的箭矢说道 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我都不好意思放手 说着黑鬼少年用自己灵力缠绕着公瑶破碎的箭矢 羞的一声原路返回朝着公瑶爆射而去 公瑶立马闪到一边去 正以为自己能躲开却没想到箭矢竟然会转弯 躲不开时陈无尽闪到了公瑶面前 一挥衣袖阻止了爆射而来的箭矢 随后抱着公瑶对着裁判说道 公瑶弃拳 公瑶听了他不答应他还有其他招式没有用处 他的攻击如果直接打在你身上 你早就筋脉剧断了 你真的要为了一时的义气放弃自己的修炼生涯 公瑶听到这一时间回答不上来 这时下方白晓晴喊了一声公瑶 你最好听无尽哥哥的话不要任性 而且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公瑶听到这他的神色一案 心中不禁开始自嘲 他肯定也觉得我自不量力 然而白晓晴却是竖起大拇指夸奖 你明明已经很棒了 最起码比这些只会吐槽 屁都干不了的炮灰墙太多 而下方的清昭和楚晴熙两人也是不断夸奖的公瑶 说他已经很强了很厉害了 公瑶听到这心中顿时感动坏了 而白晓晴拉着公瑶的手继续说道 千万不要因为那些没用的男人说你几句就觉得自己不行 你明明超厉害的 陈无尽看着这一幕摸着下巴好奇的对白晓晴问道 你这丫头哪里学的这些话 白晓晴文言比了个心 那么无尽哥哥你爱了吗 毕竟一想到无尽哥哥以后要和这么多女孩相处 我就开始操心了 这可能就是正宫的格局吧 白晓晴的格局打开了 他竟亲自安慰自己的情敌 还有学习怎么和陈无尽以后的女孩相处 他要有身为正宫的觉悟 但系统玉姐不乐意的明明是他先来的 陈无尽见状立马将系统玉姐按了回去 白晓晴看得有些疑惑刚才那个是什么 陈无尽听了尴尬一笑 没有啊我被你撩到了 刚才是我的心跳 这时夜凌晨喊了一声陈无尽 只见夜凌晨满脸不爽的说道 你要泡妞就滚到台下去跑 前三名以尘埃落定 接下来将进入最后一轮考核 而陈无尽看着夜凌晨竖起大拇指 咱们一起加油啊 夜凌晨听了扭头切了一声 就在这时一个墓盒突然被打开 贺连老爷子将墓盒中的卷轴取了出来 随后手指一挥轻贺了一声 刹那间卷轴凌空被打开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当光芒散去后众人也认出来 这是妖神图 而贺连老爷子便讲述最后一关的规则 此图本是上古神人留下的秘境 多年前妖神奉领因好奇误入 至今没有找到出来的路 你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妖神 谁先将妖神带出谁就是最终赢家 陈无尽三人听了顿时就无语了 妖神是千年的修为自己都走不出来 竟还要指望他们 万一他们也找不到出来的路走呢 贺连老爷子文言哈哈一笑说道 这图的出口不难找 主要是因为妖神是个路吃罢了 不过这妖神图中看似平静 却实必光滑隐藏着重重关卡危机 若有不慎便会坠入灭神渊 行神分离错骨扬灰 这听的其他宗门弟子都震惊地站了起来 不至于玩得这么狠吧 不过是一场考核而已啊 白晓晴和清昭两人听了也是很担心 他们不想让陈无尽进去 但叶凌晨这时说了一句 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速战速决 陈无尽见状便跟上了叶凌晨 心中不禁暗暗赞叹 叶凌晨当女的真不错狠撒 正要进入妖神图时贺连老爷子喊住了他们 对着三人解释其原因 原来上古神轴既会外起 稍有冒犯便会导致卷轴崩塌 本场比试都不能携带自己的兵器 贺连老爷子还拿出一个储物袋 让他们把自己的兵器都放到这 赛后他定当奉还 没办法陈无尽他们便把自己的武器放进了储物袋中 连凹影都被陈无尽放进去了 等陈无尽他们都放好之后 贺连老爷子凝聚出了三样物品 这些是根据他们的特质用重重炼化的魂器 夜凌晨得到是一把长剑 黑鬼少年得到是一只可爱的白猫 而陈无尽得到却是一个项圈 陈无尽看着手中项圈 他不明白拿着这个有什么用 但这时项圈却不由自主地给陈无尽带上 陈无尽看着项圈突然脑子灵光一闪 难不成这个是用来给他收服妖神的 想到这陈无尽心中就一阵的兴奋 随着第三轮的比试的正式开始 陈无尽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的地方 这时陈无尽好像被什么给绊倒了 直接摔在了地上 但他起身惊呆他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他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 只剩下一个项圈和其他莫名的 陈无尽他蒙了他彻底蒙了 他自己身上衣服是什么呀 脚上竟然还绑着一个铁球 这到底是什么鬼呀 蒙圈过后陈无尽灵文字写出 用来破坏自身这奇怪的装扮 但下一秒又恢复原样了 陈无尽便明白了普通攻击对他没用 这也让他很不爽 不明白赫连老爷子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他注意到后方有东西袭来 一个闪身将之躲过 认真一看竟然是花瓣 看着自己脸颊被划出了伤口 心中暗暗想到 这花瓣好锋利啊 这时飞出的花瓣 却是转了个弯又朝他袭来 但陈无尽被这诡异的锁链给限制住了 做不了什么有效的反抗 而这花瓣团似乎是在调戏陈无尽 直接朝他脸上打去 这气得陈无尽一口向那花瓣团咬去 真当他老虎不发威 当他是病猫是吧 咬中后那花瓣团却变成了一只小精灵 在松开嘴后 陈无尽看着跑出去的小精灵就觉得离谱 而逃离嘴边的小精灵愤怒地控诉陈无尽的罪行 然后小精灵操控自己的发丝朝陈无尽洗去 直接将陈无尽给束缚 这让陈无尽脸黑得想挣脱也挣脱不开 这头发是刚思做的吗 他的怒火已经止不住的生疼 被赫连老爷子坑了也就算了 一只小小精灵竟敢如此对他 暴怒地睁开的小精灵的发丝束缚 然后一手朝着小精灵抓去 戳着小精灵的脸蛋 别以为你们长得可爱我就惯着你 但看着眼泪汪汪的小精灵陈无尽他也哭了 这他喵得也太可爱了 确实是下不去手了 果然和女人打架这件事他还是不擅长 要是夜凌晨在就好了 而陈无尽最后也是被他放的小精灵给抓了 另一边夜凌晨所在地 他正跟沼泽怪战斗着 在解决后他也是累得气喘吁吁 看着周围被他打倒的沼泽怪 他不禁发出一声呢喃 陈无尽他到底在哪呀 但这他身后的沼泽又咕噜咕噜地响起 一头巨大的沼泽怪从中冒出来 夜凌晨看了咬紧牙齿 心中暗骂一声可恶 看着袭来的巨大手掌夜凌晨大胆妙 他来不及用灵文字防御了 因为他手中这该死的破剑一发力就变肿 根本砍不了人 就在这时一只小白猫划过了沼泽怪的手腕 紧接着是一道巨大金色光柱将沼泽怪给洞穿 而出手之人正是黑鬼少年 此时他有些阴阳怪气地对夜凌晨说道 哎呀呀第一剑剩夜凌晨还要别人来救 也未免太狼狈了吧 夜凌晨听了挥舞着手中的巨剑满脸不爽喊道 闭嘴吧你 要不是这把剑根本扔不点 我需要你多管闲是吗 但夜凌晨又好奇为什么黑鬼的猫一点变化动 黑鬼少年对此表示不知道 可能这就是人品的原因吧 这话说的让夜凌晨想打人 而就在他们两人的交谈中一道人影忽然从夜凌晨身后上 夜凌晨看着黑鬼少年的表情有些疑惑地向后看去 我背后有什么吗 黑鬼少年听了冷汗从他脸上留下口中回应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个一闪过的裸男 这话让夜凌晨眼睛眯了起来认真看去 这种地方还会有裸男吗 只见陈无尽被小精灵的发丝全身包裹着 手中写着两个字救我 夜凌晨和黑鬼少年看去顿时就惊呆了 玩得这么花吗 但还是朝着陈无尽追去 没有想到夜凌晨也有病交这个属性 在陈无尽被小精灵抓去被夜凌晨他们发现后 也是尽力地去追逐 而陈无尽扯下的嘴边的发丝看着夜凌晨很不满 因为小黑跑的都比他们还 是不是不想救他呀 夜凌晨听的气氛不以怒骂陈无尽没良心的 没看到他拖着一个雷坠吗 没办法的他灵文字写出 化作一张金色的大网栏在了小精灵的面前 让小精灵突破不了 夜凌晨见状明白机会来了 雷文字再次地写出准备救下陈无尽 然而就在这时陈无尽大喊了一声夜凌晨 这让夜凌晨愣住了不明白怎么了 而陈无尽神色担心地说了一句 千万小心啊 夜凌晨听到这关心的话语瞬间就羞涩了 结结巴巴地说道 比起我你还是先关心下你自己啊 是 这点小事对我来说简直一 然而还没等夜凌晨说完 陈无尽继续说着 千万不要伤害到这些小可爱们 这么漂亮打坏了就不好了 这话一出不仅夜凌晨懵逼了 连小精灵也是满脸问号 懵逼过后的夜凌晨停下了脚步 脸色阴沉了下来 小黑也似乎察觉到了危险立马跑路 而夜凌晨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哈哈一响 脸上露出了病胶的神态 行啊 可以啊 我这就来救你 小可爱们可千万要躲开啊 小精灵看到夜凌晨那副恐怖的模样 立马丢下陈无尽跑路 陈无尽还在那一惑小精灵怎么不保他 而这时夜凌晨已经挥舞着那大剑砍出了一刀绿色的斩机 绿色的斩机化作一道鬼面朝着陈无尽斩去 瞬间就是把陈无尽给斩飞了 化作一道光速撞向了远处的人影 夜凌晨他们看了顿时对着陈无尽大喊小心后面 在陈无尽的不明所以中 他直接撞上远处那人的身上 强大冲击力让他咳出了一口鲜血 随后向下滑落眼冒惊心 这状的他脊椎疼痛不已 用灵文字缓缓治疗自己 这时他的身后传来一阵动静 陈无尽转身看去 只见他身后站着一位非常高大的女人 而子发玉姐听到女人两字发出一声轻笑 随后他翘着二郎腿坐在他身后的巨树上说道 真是好久都没听到这个称呼了 这幅画里的一切生灵都得尊称我一生奶奶 你们不知道可见不是画中生灵 说着的他又拉上陈无尽带着项圈 眼神朝着陈无尽看去 那么你们就是食物了吧 我还没尝到过这么美味的小鲜肉呢 陈无尽看着伸过来的舌头他骂了 这和想象的不一样了 而下方的夜凌晨着急的对陈无尽大喊 陈无尽你怎么还不反击 真想被他戏干了 陈无尽听了很是无奈 他也想了 可是这该死的项圈他一反抗就压制 失策了呀 还以为是捆绑不会别人 没想到是不会自己 子发玉姐见状捏着陈无尽的鼻子说道 别白费力气了 这些武器都是赫连山那个坏老头 故意打造来制衡你们的 说着舔了一下嘴唇 还是乖乖受死体面一些吧 陈无尽他彻底麻了 怎么也没想到是别人捆绑不会自己 说好的不会别人哪 面对马上就要被子发玉姐吃掉的陈无尽 小黑这时手臂一挥小白猫瞬间窜出 嗖的一声划过了子发玉姐的手臂 陈无尽也趁此机会逃脱 而子发玉姐似乎有些惧怕白猫 手挡着自己不断大喊让小白猫走开 面对小白猫的靠近顿时就是惊吓的大喊了一声 立马躲到树后发出了呜声 猫什么的他最讨厌了 而夜凌晨看的这戏剧一幕那是一脸烦躁 让一旁小黑赶紧让小白猫放大招结束这场闹剧 这让小黑不解了 小白猫哪里有大招啊 拜托他只是一只小猫猫啊 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 陈无尽听到小黑的话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 一拳砸向了自己的手掌 原来如此他明白了 在赫连老爷子把特制的魂器交给我们的时候 说是会按照我们设想来的 而魂器又与我们的设想作对 只有他并没有对灵猫做过太多的想法 所以这项圈只当做是一块铁而已 想到这火系灵文字写出 将铁烧至极热 再用极冷的水浇灌 果然控制力变弱了衣服再逐渐变回来 最后项圈咔的一声破碎开来 陈无尽呼出了一口气 他的衣服总算是回来了 不会被人当变态了 一旁的夜凌晨看的也是相当惊讶 魂器竟然被破解了 就在这时一根藤蔓突然抽象了小白猫 正是紫发玉姐微微颤颤地走了出来 口中倔强地说道 人你们很久了 真以为一只破猫能耐我如何 而小黑立马蹲下来查看小白猫有没有事 这时紫发玉姐准备动用灵力 给陈无尽他们一个教训 毕竟太过不知天高地厚的猪 吃起来不香 一阵嗡嗡声响起 一群诡异的紫色蝴蝶朝着夜凌晨他们袭来 小黑看得冷汗留下灵文字迅速在他手中写出 深山无水又无人 晒网滩层夺日明 顿时灵气画作金色大王阻拦这些黑色诡异的蝴蝶 另一旁的夜凌晨则是用出火系的灵文字来阻拦 但是他那把沉重的大剑又无时无刻地在抽走了他的灵力 这让他一时间没办法完全阻拦的黑色的诡异蝴蝶 而陈无尽可不会放过英雄救美的好时机 一个手指画过画作一道灵力斩机 黑色蝴蝶直接消散不见 随后再凝聚三把金色长剑对准夜凌晨的大宝剑 一声破字说出 夜凌晨的大宝剑应声而碎 夜凌晨看着手中的大宝剑散去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突然夜凌晨脸色居然苍白起来向下倒去 因为灵力被刚才的大宝剑抽走过多 在夜凌晨将要倒地时 她的身体被两只手穿插而过然后有力地暴击 正是陈无尽给她来了一个公主抱 而陈无尽让夜凌晨搂着她的脖子 这话瞬间就让夜凌晨脸色羞火了 但还是照做搂上了陈无尽的脖子 而陈无尽浑身金色的光芒开始爆发 下一刻冲天而起的金芒将周身的黑色蝴蝶驱散 随后看向怀中的夜凌晨调笑地说道 怎么 第一剑剑夜凌晨连剑都不会用了呀 她害羞了她害羞了 夜凌晨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有惊天 她会被自己之前喊打喊杀的陈无尽来的一个公主 面对陈无尽调笑的话语 这让她很不满地鼓起了小嘴 现在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她面对陈无尽时的小女人一样 还用小拳拳捶成无尽的胸口广达自己的不满 陈无尽对此只是微微一笑了 而一旁的子发欲解人麻了 她的攻击没起到作用也就算了 为什么她还要吃狗粮啊 对得起她这个一千年的单身狗吗 气得她对陈无尽两人破口大骂 你们两个在秀个屁啊 这波鼠时是给她整破坊了 而她的面色变得凶狠了起来 你们不过是我肚子里的两盘菜而已 真是找死 说着恐怖的灵力波动从她身上开始爆发 但下一瞬间她的神情震住 脸色露出了惶恐之色泥男的说道 不可以 现在不行 这样远处的小黑不由的看向陈无尽问道 她这是怎么了 同时心中不断的嗶嗶 你们还要抱的什么时候啊 不考虑考虑我这个单身狗的感受吗 陈无尽并没有回应小黑 而是对着子发欲解妖神说道 看来在这话里待久了也很辛苦啊 这里的一草一木 其实都是用你的灵力维持着的吧 妖神听了冷哼一声倔强的说道 你没有必要知道 而陈无尽则是叹了一口气 让妖神对她们不用有那么大的力量 要是想出去大家一起想办法便是 妖神这一听却是怒声大喊 谁要出去了 说着面色开始争鸣起来 浑身上下散发着黑色气息 她知道又是贺怜连山的老不死的在胡说 一年又一年又一年 贺怜老头你为什么总要折磨我 陈无尽感知到危险主动护在了叶凌晨面前 叶凌晨看得有些害羞 而妖神那边她终于是爆发了 庞大的妖气席卷而出 面对这袭来的千年妖气 就算是陈无尽她们也有些难以抵挡 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妖神的妖气直冲云霄 陈无尽她们奋力抵挡 但下一刻妖神却是原地消散不见了 陈无尽三人直接看麻了 就这样 就在这时地动山摇紧随而来 夜凌晨见状想要到山崖去 陈无尽却是不同意 因为现在整幅画都出在变幻中随时都会弄她 现在只有咱们三个围在一起保持稳定最好 然而小黑在这摇晃中她晕了呕一声 像喷泉一样把吃的全吐出来 陈无尽看得直接无语 怎么就这点出息啊 把小黑的手放到自己脖子上 看来还得靠她呀 这时更加剧烈的震动响起地面 开始四分五裂的裂开 让陈无尽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她脚下一个泥土所形成的巨人站了起来 他们三人与这泥土巨人相比是那么的渺小 然而夜凌晨这边又开始出状况 原来夜凌晨她有巨物恐惧症 这一下让她腿抖的不行 直接失去战斗能力眼中开始冒圈 陈无尽看得是真的无语了 手伸过去拉住了夜凌晨 而他们脚下的泥石巨人 开始寻找陈无尽他们身影 夜凌晨这时响吐 却被陈无尽捂住了嘴 不让夜凌晨发出声来 然而这石头巨人身上却是不止一双眼睛 在陈无尽的脚下另一只眼睛显现了出来 不用说陈无尽他们是被发现了 紧接着其他泥石巨人开始拔地而起 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陈无尽的耳边还响起泥石巨人的调笑声 怎么样啊小娃娃 一会儿可别哭着找妈妈 但陈无尽怎么可能灌着他 直接一脚踩碎他脚下的眼睛 简直可笑至极 不就多几只眼睛吗 给我搁这装克苏鲁呢 你这样的怪老子游戏里见多了 现在我可是反派啊 陈无尽他没想到也有当保姆的议题 太麻烦了这样 还没打自己先嘎了一遍 随后他让夜凌晨赶紧抱住他的脖子 这个时候就不要叫了 至于他手上的小黑子就没有那么兴趣 为了让小黑子直冷起来 直接就是一套连环巴掌套餐送上 务必把他叫醒 而连环巴掌下小黑子醒了是醒了 但也成了猪头了 迷茫的小黑子询问是不是地震了 陈无尽表示这顶多算个八五七的蹦底 还不等小黑子疑惑什么七什么底 一只巨手已经向他们扫来 小黑子反应迅速立马串了出去 停住脚步之后写出了一个炸子 只见泥石巨人的手臂开始砰砰的炸裂 最后一整条手臂爆炸开来 而陈无尽看着下方的小黑子使用单字灵文字 而且威力还巨大 这让他不由想到在毕涛宗里掌握这项绝学的人 可是屈之可数啊 不过这么强大却又这么没脑子的也就他了 这让一旁的小黑子疑惑陈无尽在说他什么 陈无尽表示没什么在夸他帅 随后他手指伸出一缕电芒开始在手中闪耀 然后他一直指向天空口中喊道 惊雷这通天修为天他地陷子精锤 随着这句话语的说出天穷顿时乌云密捕电闪雷铭 下一刻无尽的落雷突然降下 全部轰在了下方的泥石巨人身上 一阵轰隆声响起所有的泥石巨人全部开始接听 一旁的小黑子看了便明白了 原来这石头缝才是这些大块头的弱鲁 然后又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真是个鱼木脑袋呀 这时陈无尽朝他喊了一声小心右扁 小黑子的反应速度不用说那是相当快 一个吐拳瞬间就拔地而起挡住了袭来的藤蔓 然后一个洞子直接将藤蔓冰封 而出手之人正是那位千年妖神 妖神健壮不由地咬紧了牙齿 横横地吐出几个字 你们几个臭蚂蚁可真是难缠 但这时他耳边被吹了一口气 同时一道声音响起 我看你才是个魔人的小妖神 然后不知道哪里来的章鱼触手将他捆绑了起来 而陈无尽看着妖神认真地说道 一幅画总是会褪色的 守着这虚妄的壳子做什么 这话语瞬间让妖神症着 他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位帅气的白发男子 对他说的话语 听花 凡尘一梦不过镜花水月 守着这虚妄的壳子做什么 但这一切都是虚妄吗 可是当初在我生命降临里像神一样的男人 也是假的吗 我是牡丹所孕育的小精灵 在我降临的那一刻 我遇见一位说我是一个好艳丽的小东西 这让我很不乐意你才是东西呢 看着他戳着我的手指 我直接就是一口咬了上去 但他只是微微一笑说道 小东西脾气还挺大呀 也罢 在我魂归太虚前 有你这么个小东西相伴也不算寂寞了 说着的他施展灵文字想让我快点长大 但这股灵力却是一下子让我长得太大 看着他色眯眯的看过来 我立马就是捂着自己的春光让他别看 而他还算身是扔下了他的外衣为我遮挡 并且还给我取了名字 你是生在听盼的花妖 以后就叫你听花吧 我是牡丹花中诞生的小精灵 是他帮助了我长大 是他帮我取了名字 是他在我遭遇袭击的时候救下了我 面对我的伤势是他主动地献出他鲜血为我治疗 虽然我每次都趁他睡着的时候偷袭他的血 弄得他身上全是我牙印 看着我脸皮薄是他温柔中又带形容让我放响了羞涩 让我一口咬上他的肩膀允吸他的血 在我知道他为了救我不惜自费修为 我陷入了无尽的自责 他只是轻点了一下我的脑袋说了我一声呆子 然后抱紧我说 你是我亲手点话的小妖精 我不保护你 在之后的点点滴滴生活中 在他偶尔的作画中 我则安静地躺在他的腿上享受他的吸针 在那时候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 然而接下来却是一切都变了 在我撕心裂肺的哭喊中 哭喊他为什么要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你好狠的心啊 而他在魂归太虚前只留下这么一句话 听话 凡尘一梦不过镜花水月 守着这虚妄的壳子做什么 可即便是虚妄的壳子 也是我真心相待过的 我绝不允许 绝不允许 别人破坏他 陈无尽直接听得无语了 看着音音哭泣的腰神摇了摇头说道 好可怜啊 年纪轻轻的时候被人骗去了身心就算了 那人爽完了自己拍拍屁股就死了 留下你一个人痛苦了这么多年 小黑子和叶凌晨两人听了很是赞同的点了点头 然后三人一起做出无奈的动作齐声说道 这他们要完全是个披着痴情提的爵士渣男啊 然而说完的陈无尽却是被抽了一巴掌 腰神让陈无尽闭嘴 叶凌晨看不下去了 但陈无尽拦在了叶凌晨面前 而腰神眼中含泪愤怒地喊道 不准你诋毁青红尚尊 他没有骗我 他说过万年之后他会回来的 陈无尽健壮叹了生气 那是他套路你的 想当初我还骗我前女友 如果六十岁还没结婚就在一起呢 但腰神不信 他的青红尚尊怎么可能和陈无尽他这种轻挑浪子一样 而且他对我 对我是特别的 不然不会从那么多精灵里选中我 还耗费灵力帮我划心 陈无尽听了却是微微一笑 男人有什么不一样 至于灵力的话 你指的是这种灵力吗 只见陈无尽复刻了青红尚尊对腰神的灵文子 目标则是一旁的小精灵 只见小精灵瞬间就长大化醒了 变成了一位绝世美少女 而小黑子看的双眼冒红心啊 完全是他的财 陈无尽做完后便对腰神表示 懂得这个方法的人啊 随便就可以做到啊 腰神在看到这一幕后直接跪了下来 他的心中动摇了 他完全不敢相信竟是这样的 陈无尽见状叹了生气决定在家 把力量腰神完全清醒 只见他写了一个句子灵文字 这个作用是能让青红的残留 在这画中的残魂显现出来 腰神见状力马开心地迎了上去 而青红也是抚摸上了腰神的脑袋 对着腰神说道 真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见到你啊 卢花 不对不对 是雨花 还是冬花 或者夏花 而这些名字顿时就让腰神愣住了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 然后急忙地抓住了青红的衣服说道 青红你怎么了 我是听花呀 青红听了有些不敢看向腰神 好像是这个名字 哎呀不好意思 几千年前的事了不太记得了 这无情的话语瞬间击破了腰神的心神 他哭喊着不可能 为什么会忘了他的名字 青红听了为难地说道 这不很正常吗 我生前说的小精灵太多了 难免会记错这不过分吧 而陈无尽在一旁堵道 作为上尊他创造的每一样东西 都会留有一些本体残魂 虽然是残魂却也的的确却代表了他本人 而青红看着呜呜哭泣的腰神连忙上前安慰道歉 你别哭啊 是我错了行不行 然后看着周围的风景画像 一时间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画的 但他明白是腰神用灵力一直维持着他的色彩 倾抚着腰神的小脑袋 真是辛苦你了 而这幅画马上就会跟我一同消失了 你也快去过自己的生活吧 不等腰神反应 青红的残魂开始缓缓地消散 腰神力满及了让青红他不要走 但随着青红的完全消散 他绝望地跪坐在地面上呢喃出声 你走了那我这千年来的等待又算什么呢